短午連假首日南下出遊要特別注意了 因為高工局預估 這天就是南下車潮尖峰 而根據最新數據 二十二號凌晨交通量來到十一頂二百萬車公里 是比平常多出了三倍 另外公路總局也預估 蘇滑路廊以及觀光景點 國道省道銜接處都可能出現擁設情形 像在這個國五 如果在羅東或蘇澳的地區 交通量到達一定交通量的時候 他就會跟公路總局的這個 這個南澳的新控制中心 他會有一些資訊的交換 所以相關的管制措施就會啟動了 高工局公路總局廉價依舊待命 就怕交通亂成一團 行政院長陳建仁也在廉價前一天 呼籲民眾配合相關管制措施 南北長途就走六十一號的公路 然後轉途不要上國道 然後多利用替代道路 多搭乘公共運輸 目前高工局實施部分 紮道封閉 白天也實施高承載管制並開放路間 及指引替代道路 也請用路民眾隨時關注1968APP 掌握即時路況 避免出遊有一半的時間都卡在車陣當中 遠視新聞阿斯卡瓦新北市採訪報導